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7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老人健保补助何时才能恢复上路 民众都在问 7号上午的议会临时会中 财政局长罗新法就表示 目前财政没有问题 相关的财员是已经找到了 会在4月议会大会时提追加减预算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也首次公开 而且具体的表示 7月1号恢复老人健保补助一定会做到 台中市长卢秀燕选前提出恢复老人健保补助 证件支票合适兑现 引法足福利备受市民关切 7号上午的议会临时会中 财政局长罗先法表示 目前财政没有问题 相关的财员已经找到 会在4月议会大会时提追加减预算 财政部来稳之后发现 我们可以分配的 从头分配款比我们前一个年度多了 13亿左右 那这一块加进来13亿呢 刚好就够这个老人健保 净老爱心卡 还有假牙的补助的部分 市长卢秀燕也首次公开且具体表示 7月1号将恢复老人健保补助 台中市65岁以上的民众 所得税率5%以下的长者 大约22万多人 每人每月最高补助750元 蓝议员则拿出承诺书 希望市长签名挂保证 因为如果此令一开的话 没完没了 市长 是你对7月份的7月1号实施老人健保补助 你没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一定会 有信心就签名承诺 让我们白纸黑字嘛 白纸黑字嘛 市长表示口头承诺一定会做到 但不愿意开下乱签支票的先例 未来老人健保补助上路 预估半年需要7.3亿元的经费 市府会总动员盘点筹措经费 一定要兑现这项证件 杰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